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 水还冷呢 三师弟摇了摇头 道 没事 有两圈就不冷了 果不其然 他在水里用手划了两下 就适应了水温 手推着船用力 都是在云梦长大的少年 水性比常人要好 伸手推了两下 竟然把船给推动了一点点 六师弟喜行余色 真的有用 三师弟推了两下推不动了 有气无力地嚷道 你们都下来 宠死了 推不了 其他几个师弟哦哦哦连成一片 连忙也将上衣脱了 扑通跳进了水里 未无限见他们都下了水 想到自己也好久没在云梦的水里游了 嬉笑着道 我也来帮忙 好啊好啊 大师兄快来 江城泡在水里哼了一声 快点来 就如同往日里 他们在云梦的湖里打闹的模样 除了水还有些冷 就连荷叶盛开的场景都一模一样 嬉戏打闹 互相用奖抽对方 将船推翻料对方下水 一通互捶 今日天气也不错 太阳出来了 照在人的身上暖融融的 衣服穿多了还热 未无限自从去了云深不知处 还没怎么在水里滚过几圈 线下心痒得很 伸手就要扒自己的外衣 下一瞬 手腕却被牢牢地攥住了 抽都抽不出来 魏无限莫名其妙地对蓝望鸡道 怎么了 蓝望鸡低吸一口气 低声道 别拖 魏无限盯着他看了片刻 以为他看到那堆白花花的肉体 觉得格外不雅 笑着道 哎呀 都是男的 羞什么 蓝家家规总不能让人不脱衣服就下水吧 石答答的粘在身上多难受啊 蓝望鸡斩钉截铁 不行 不是吧 蓝战 魏无限气道 难道你滑水不脱衣服 蓝望鸡 魏无限另一只手 抽掉了自己的腰带 笑着拍了拍他的手做安抚 对那边叫唤的师弟说了声 来了来了 魏无限头还没转 肩膀胡乱地动了动 衣衫便顺着脖梗往下滑 眼见着露出了大半个雪白的肩膀 蓝望鸡脸色都不对了 猛地扑上去 将他的衣领抓住 匆忙合拢回了原位 气息里都带着喘 仿佛急得不行 魏无限对上了他的视线 蓝战 你 魏英 蓝望鸡深吸一口气 将他衣领炎厌湿湿兜住 挤进咬牙气齿的滴滴出声 你身上 痕迹 魏无限愣了一下 痕迹 身上什么痕迹 忽然间他扶着心灵反应了过来 手忙脚乱地把衣服自己穿好 道 哦 哦 要命 他怎么忘了还有这茶 两个人昨夜里那么翻云覆雨 蓝望鸡还尽挑他皮薄肉嫩的地方摇 又是轻又是啃 留下了不少痕迹 就连胸口纳住都被咬得肿起 今早出门的时候还被蓝望鸡仔仔细细地理好了衣服 不露出一点点 现在他若是脱了 岂不是被人看得一干二净 知道了他俩昨夜做了什么 莲花屋的这群少年都是未经人士的 可是看到这些多少也会知道些什么 您面上虽然谁一句都不会提 可估计十有八九都会修得无连无眼睛 是个人都会知道 蓝望鸡对自己做了点什么 以及昨夜做得多么的激烈 魏无限屋子是靠莲花屋比较偏的 可是晚上被弄得叫出来 或者是哭哒哒的时候 也还是尽量压着嗓子 就怕被人听见 虽然一是因为被人撞见有些尴尬 二是因为蓝望鸡修得厉害 面子抹不下去 眼下身上全是明显无比的痕迹 这 太羞耻了 纵是魏无限老皮老脸没羞没丧什么话都敢说的 现在也格外乖巧地闭上了嘴 让蓝望鸡帮他严严实实地穿好衣服 系好腰带 翻好了衣领 江城那边换道 人呢 魏无限咳嗽了一声 坐在蓝望鸡身侧 被他从身后揽着腰 道 突然想起来有点风寒 我不下来了 六师弟也不在意 道 好好好 我们推 哎 推开了 船只晃了晃 在几个人合力推动之下 终于划出了这片连夜堆 一旦划出去 便因为一股助力未消 赤溜一下没了影子 哎哎哎等等我 六师弟用力太猛 在水里滚了一圈 被三师弟笑着捞上了船 几个人隔着连夜堆 声音悠悠地传来 大师兄你那只要不要退啊 魏无限道 你们先走 我等会自己想办法 好 那我们先回去了 你和孤爷慢慢滑啊 三师弟高声道 江城本就看他俩看得眼睛生疼 眼下如蒙大赦 不耐烦道 你自己处理 魏无限 好 等到嚷着累死了的喘气声渐渐没了 眼下只有两人独处 魏无限才长出一口气 检查了一下子自己的腰带 抬头笑着对蓝忘机道 还好你提醒了我 蓝忘机耳根微微泛红 嗯 魏无限顿了顿 有意逗他 不过看到了 也没什么关系 蓝忘机 魏无限 哎 顶多也就是被问两句 我蓝忘机厚 没什么 蓝忘机拧紧了唇 魏无限嘖嘖道 就是可惜 别人差点就要知道 蓝二公子哑正的外表下 到底是有多粗暴了 对我那么凶 咬得到处都是痕迹 我一叫就堵我的嘴 你又让我叫 又不想听我叫 你怎么不用禁言呢 用的话我就不吾吾吾吾的叫不出来 任你玩弄了吗 蓝忘机耳根通红 张口欲变 我没 魏无限低头拉了拉一脚 裤子都没脱呢 要是看了腿根的痕迹 岂不是更惨不忍睹 蓝忘机 魏无限 你还羞啊 这可是你做的 又不是我养的我自己 蓝忘机忍无可忍的 想要堵住他的嘴 却被魏无限先一步调眉躲开了